体育中心综合报道,世界大赛第三战,太空人延续主场不败零器,靠着二下狂攻四分,赏给日头打比修大联盟神崖最短先发,中场以5比3击败到齐,尽后在主场7胜0败,系列赛反以2比1领先到齐。 面对昔日同区的熟悉对手达比修,太空人达者有备而来,二下狂敲五支安打,包括古利尔,耶尔赖,高尤,杨川炮,让达比修紧投1,2局就掉4分退场,创大联盟神崖最短记录,同时也缔造神崖首次先发5三阵,单场仅让对手挥空一次的双记录。 双方各在3,5局再攻1分,到齐6上穷追猛赶,单局攻下2分,并打退太空人先发,麦卡勒,Luns MC,Kalas JR,将比分追至仅剩2分差,然而太空人后援皮考克,Bread Peacock拯救不安稳的牛棚,对到齐头3,2局无安打无视分,大联盟神崖首次拿下救援成功。 太空人继后在主场狂扫七连胜,目前人维持不败记录,根据ESPN指出,他们和2008年费成人是史尚维尔门在继后在前七场主场不败的球队,打笔修写下生涯最短局数先发记录,法新社,太空人投手提考克拯救牛棚,大联盟神崖首次夺救援成功,法新社。 大联盟神兰